小花 A同學不加緊時間念書 這樣喊口號怎麼上大學 原來是不抓緊機會 以後就沒機會聽到 看到了誰 就是那個上過抑制節目 百萬小學堂的小西瓜 廖舒賢 忘了說這一天 人家已經從高中生 變成了大學生 還是繁星計畫 進到新中帝治院長根中醫 五六年沒做的動作 不是不熟悉 而是不好意思 要不是同學老師加入 小西瓜可是打死不要的 畢竟人家已經從小孩子 變成少女囉 不只得ㄍㄧㄥ 還很有想法 我自己對中醫 包括怎麼針灸 或是草藥 都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才想要選中醫 人生第一個重要選擇 就得到了亮眼成績 小西瓜提到還是難言興奮 因為繁星計畫要上 成績都得全校排名 兩趴以前 不只節目上聰明表現 令人印象深刻 就連鏡頭下一樣亮眼 就不知道其他小學堂的夥伴們 現在又有啥進展了 請希望想念禁語 台語報導